在这城市,一个隐蔽的小巷里,有家不起眼的居酒屋,紧看门口的招牌,你可能会有点害怕,不太感激,因为它名叫黑心居酒屋,店主是一对年轻姐妹,姐姐叫美英,她性格温柔安静,妹妹叫阿兴,性格活泼开朗,姐妹俩从爸爸那里接手了这个店,爸爸经常告诉他们,居酒屋卖的,都是家常便饭,还得收费,这点已经很过分了。 爸爸还对美英和他姐姐说,哪怕是在普通的菜,只要用心做好每一道,就能让顾客满面笑容,只有这样,顾客才觉得花的值,但他觉得自己还没达到,所以店名直接叫黑心,听着可能有点吓人,但只要赶进来,你会发现除了佳肴美酒,还有许多暖心人,这家店主要靠常客,他们来这儿是为了边喝酒边聊天,常客心藏大叔, 品尝过各种酒,甚至只要喝一口,就能猜出酒的名字,老顾客德叔是工地包工头,下班后经常来这儿喝杯酒放松一下,这个寒冷冬日的夜晚,黑心居酒屋的厨房飘出诱人热气,德叔推门而入,满脸似乎想借酒交愁,一进门就点了店里最贵的酒,那我给您推款,跟着黑心店名体配的, 最贵那种酒,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为啥又突然打消念头呢,因为今天的特推,搭配另一款酒更大,美英家居酒屋今天主推的是关东煮,在这样寒冷的冬夜,一碗热腾腾的关东煮,真是暖身又暖心,德叔听了美英推荐的话,毫不犹豫地点了关东煮和一杯日本酒, 旁边的心脏大叔也跟着点了一样的,关东煮里面,有鸡蛋,萝卜,魔芋,竹轮卷等等,旁边还撒了点黄芥末调味,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阿德怎能不具备呢,那肥多多的萝卜,好像在催我,快吃它似的,白萝卜经长时间炖煮后,透明晶莹,用筷子轻轻一挑,就能挑起一小块,一入口,汁水立刻在口中爆裂,身体马上感觉暖洋洋的, 心脏大叔尝了一口酒,马上就能分辨出这酒的独特之处,保留了米的香味,却不显厚重,既有熟酒的风味又带清新鱼韵,肯定是纺全,并且,这温和的口感,从能突出菜品美味这点来说,应该是满天星,我猜对了吗?这款酒是店里第一天开始卖的,心脏大叔只品了一口,就直接叫出了酒名,但其实,他是在美英到酒时, 偷看了酒瓶上的标签,德叔则是看到福袋里只有蛋清,立刻猜到美英做了味增腌蛋黄,美香本想把它作为明天的特色菜,可德叔已经猜出来了,只好偷偷拿出两块,让德叔和心脏大叔试试,蛋黄油量藏在味增酱里,经过长时间腌制,蛋黄变得烧硬,轻轻用筷子夹起一块,表面已经固化,但里面还略带流星,味道真的特别鲜美, 美英现在的工作稍轻松了点,他问德叔刚一进门,怎么一脸愁云惨物的,德叔回答是因为今天工地,很多活没干完,原因是助手今天突然没来,助手说他一早起床,就想着得整天搬架子,板材,心里觉得太难受,就不想干了,突然工地少了个人,现在德叔得干两倍的活,明天他可能不来店里喝酒了, 第二天,美英在市场买了新鲜芥菜,阿星就用他做了爽口的小菜,没想到德叔突然来了,他说工地的问题解决了,高兴地点了杯满天心和味增烟蛋黄,我的助手今早已经去工地了,那个半路走了的人 是的,我们抱着,可能失去这份工作的心态,两人一同向工地主任道歉,没想到主任说,原本想再也不用你们了,但考虑到你们平常工作认真,这次就不追究了,德叔也显示了对年轻人的宽容,提到这次只是给助手一个警告,如果再出错,他肯定会把那小子给开了,美英取出味增中的蛋黄,他说许多年轻人,可能正如这烟蛋黄一样, 虽然看起来简单,只需把蛋黄放入味增,但实际操作挺复杂,一不小心,蛋黄就可能在里面碎了,整合味增烟料全毁了,虽然处理蛋黄困难,但用味增烟后,会逐渐凝固,还能把蛋黄鲜味集中,变得更美味,这全因为熟成过程,要想做出好吃的味增烟蛋黄,需耗费时间和精力,如果盐放少了,就会索然无味, 如果盐放多了,就会太闲吃不下,培养年轻人或许也同理,需要磨炼,还得等到蛋黄凝固后才行,黑心居酒屋今日推荐炸西公鱼,新鲜小鱼裹上面包糠下锅,立刻滋滋作响,吃起来外酥里嫩,从冰箱取出食材时,美英看着一家人的合影,他想到爸爸教他的话,做给客人的菜都得认真对待, 你尝过胡萝卜叶吗?眼前的这位女士,因为尝了用香油炒的胡萝卜叶,竟然感动得流泪了,因为这是他已故妈妈,最擅长做的一道菜,在这座城市的一个小巷里,一家不起眼的黑心居酒屋,老板是两位年轻姐妹,这店是从他们爸爸那儿继承的,之所以叫黑心, 是因为父亲曾说,居酒屋里贩卖的,都是家常便饭,在这里却要收费,但这点就够黑心了,虽然这名字听着挺吓人,只要赶进去,你会发现,这不仅有佳肴美酒,还有一帮温馨的食客,其中一位叫小秋的女士,趁着微醺之际,她撒娇地对美英说想吃胡萝卜叶,那是炒过之后,撒上糖和酱油,做出甜咸风味的小菜,再撒满汁, 搭配新鲜出炉的米饭,味道绝了,虽然很多人觉得胡萝卜叶很寒酸,但这正是小秋记忆里的味道,也是妈妈的代表,妈妈去世后,换季时,她总爱煮猪肉味噌汤给我喝,我猜汤里一定加了代叶的胡萝卜,味道真的很棒,妈妈离开后,小秋也试着重现那个味道,但超市里却难买到代叶的胡萝卜,美英答应下次进货就给小秋买些, 再帮她找回妈妈的那个味道,买不到代叶的胡萝卜时,小秋通常会点一碗特调的茶泡饭,把烤过的三文鱼弄碎撒在饭上,再淋上滚烫的高汤,最后撒点海苔碎,一口汤泡饭暖味心,特别适合寒冷的冬天,真是幸福满满的美食, 大口大口吃掉一碗,感觉整个人都暖和了,恰逢季节交替,阿星偶尔咳嗽,似乎着凉了,美英对妹妹特别心疼,因此让她赶快回家,晚上美英一个人收拾后关店即可,没想到外头突然开始下冬雨, 一位下班的男士跑来店里避雨,美英先帮这位先生挂起外套,接着递给她一块手帕擦头,要不要我给您热点酒,不用麻烦了,您身上湿透了,喝点热酒暖和暖和会好些,那就劳烦了,美英把酒壶放进热水壶中,在等酒温热的时候,她递给客人一小碗肉冻,这是在卤鸡翅时顺便弄出的肉冻,还可以配酒一起享用,透亮的肉冻被勺子轻轻挖开, 便开始摇摆不定,入口后,浓郁的肉香马上充满整个口腔,再来一小口暖酒,就使得肉冻在嘴里慢慢融化,客人被肉冻的美味吸引,也想尝尝卤鸡翅的风味,但遗憾的是,今天鸡翅已经受庆了,她说自己饿了,想吃点能饱肚子的,美英推荐了些不油腻的炸物,鸡胸肉切厚块,裹粉下锅炸,边炸边准备紫苏叶,加点萝卜粘, 客人可以按口味加酱油,果不其然,如美英所言,深夜吃也不觉得油腻,正好搭配酒喝,怎么形容呢,觉得生活真美好 谢谢夸奖,客人准备副掌,但被美英拦住了,你还没吃过碳水呢,要不尝尝杂炊,也要鸡肉味的吗? 不,不是的,这是我准备自己吃的,一碗军箍杂炊 不管你吃不吃,我都要煮的,我马上也要吃,那我就多做一份,把蘑菇切片和米放高汤里煮,等汤味完全渗透进米里 再倒入搅拌好的鸡蛋,喝过酒后吃这个杂炊正合适,能让胃也暖和起来 看客人吃得津津有味,美英觉得特别满足,客人拿到美英给的账单 惊讶地发现自己喝了满壶酒,还吃了鸡肉和杂炊,价格却这么实惠 美英解释说,这是她首次来黑心居酒屋享有的优惠,希望她能尝来 她是老板,肯定会实行黑心政策 敲客人一笔,客人领略了美英的幽默和善良 决心下次,一定在招牌菜售完钱再来 冬日的寒雨后,天逐渐暖和了 美英一大早就替篮子去买菜 与蔬菜店的小哥阿红关系很好 阿红便帮美英买到了代叶的胡萝卜 那碗美英用胡萝卜叶,做出了妈妈的味道 让您久等了,真是怀念的味道 感谢您,小秋的晚饭是刚出锅的米饭 搭配胡萝卜猪肉味增汤 还有炒胡萝卜叶,胡萝卜叶半芝麻撒在米饭上 然后用筷子夹一口,送入口中 小秋一脸满足的模样 这种味道不同于平常的萝卜 还多了一种特别的香气 对小秋而言,这种调味更像是美英的风格 甚至比妈妈做的还好吃 因为妈妈做的胡萝卜叶 没有加那么多芝麻,也不如这么像 幸好妈妈的味道她牢记在心 对她来说,这道炒胡萝卜叶 像是一张唤起妈妈记忆的标签 一尝这道菜,小秋就会想起妈妈 如果顾客反响好 这道菜你还会再做对吧 只要大家喜欢 或许还能加入推荐菜单 我每次吃到都能记起我妈妈 这间藏在小巷的奸华居酒屋 就像是女性版的深夜食堂 我们没有固定菜单 美英会尽力为每位顾客 准备她们想吃的美食 用这样的温馨服务 安抚每位顾客的内心 激发她们美好的记忆 一位结婚十年的女士 为了心爱的丈夫可以付出多少 仅因为劳累的丈夫爱吃饺子 她便在饭店专门学习了一整天 甚至因为煎得一手好饺子 忍不住掉了泪 这是藏在小巷里的一家居酒屋 氛围也很温馨 这家店名叫黑心居酒屋 由一对年轻姐妹经营 这家店是他们从父亲那里接手的 店名黑心 据说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曾提到 居酒屋所受的 都是家常菜 居然还要收费 这就够黑了 今天一早 美英就在店里准备食材 一位名叫加奈子的女士 小心地推开门 请求美英教她煎饺子 因为她丈夫奏太最近很忙 看上去也常常疲惫 她想做点 奏太特别喜欢的煎饺 来补充能量 加奈子的婆婆阿梅 老爱去那家黑心居酒屋 就在昨天喝完酒 她还提到 加奈子想跟她学煎饺子 但奏太老是挑三拣四 她也帮不上习什么忙 我想让奏太在家 也能品尝到 外苏里嫩的热乎饺子 帮我分享一下秘诀吧 秘诀啊 麻烦你了 冷静点吧 原来加奈子一直是 买的现成饺子 然后拿回家 按说明书煎的 在热锅里加点油 用中火把饺子煎一煎 我都按照说明书上的步骤做 显然 说明书写得很简单 但美英坦白说 自己家的饺子 不是那么做的 美英打算先从饺子做起 多做些可以直接 加入居酒屋的推荐菜单 美英带加奈子 来到阿红的店 首先得买青菜 这时候的卷心菜特别好吃 想靠饮食补充活力 最好加点大蒜 但得想到 可能有客人 不爱蒜味 美英决定 做韭菜线 回店后 她让加奈子 切卷心菜 但切菜时 美英那哒哒哒的声音 比较连贯 很明显 加奈子动作很不熟 看起来 平常很少在家做饭 加奈子 切菜时 美英在旁边调味肉馅 接着 把肉馅搅拌均匀 还加了点绍兴酒 去腥味 而且 绍兴酒富含氨基酸 能增强食物的鲜美和口感 提升中餐的风味 将卷心菜切细后 先撒些盐揉一揉 再把水分凝干后 加入肉馅里 这样饺子馅 就不会过于稀疏 等要开始包饺子时 加奈子才坦白 不好意思 其实我从未包过饺子 这是什么意思 奏太先生 不就特别爱吃饺子 我厨艺真不行 我包的肯定不好吃 所以 我一直煎冷冻的 到了这个地步 看到加奈子那认真的眼神 美英决定亲自教她包饺子 先拿一张皮 在中间 放适量的馅 然后捏好饺子边缘即可 要制作酥脆的煎饺 关键是 得调一碗淀粉水 把饺子整齐地摆进锅里 开小火 先不用加油 之后倒入调好的淀粉水 盖上锅盖 当锅内水干 饺子变透明 就可沿锅边加入些芝麻油 拿的大盘子 反扣在锅上 轻松翻转 即可把饺子倒进盘中 饺子底部的冰花 特别酥脆 筷子轻轻一碰 就能听到咔嚓声 外皮香脆 每一口都是肉汁四溢 加奈子试着亲手做了一遍 这次做得真的很成功 因为深爱她的丈夫 看着完美的饺子 加奈子竟然流泪了 加奈子 你太夸张了 看着加奈子流泪的美音 也忍不住眼眶发红 这时阿星走进店里 闻到饺子 香味四溢 阿星这小吃货 马上让来一份 还说要等美味的味增蘸酱 切点葱花 再加点辣椒酱到味增里 把酥脆饺子在酱里滚一滚 浇上一大堆葱花 这种幸福 差点让阿星从椅子上蹦起来 而加奈子第一次尝试 这特别的味道也挺喜欢 除了味增酱 美音还建议试试 蘸点胡椒盐 因为没有湿湿的酱汁 饺子皮还能保持那份酥脆的 原来美音家吃饺子的时候 还有加辣椒油的酱油 美人钱都有三个蘸料盘 这让妈妈常抱怨 得洗好多小碟子 其实吃饺子时 这样能尝更多风味 那天晚上 美音已经画好了宣传海报 今天推荐的是饺子 真是少见 没错 这是店里的首次亮相呢 我姐的饺子太好吃了 等会儿我还想再吃 你又来劲了 今晚的客人几乎都要了饺子 作为配饺子的最佳选择 当然得来杯啤酒 美音推荐了特别款 叫做饺子浪漫的啤酒 专为饺子定制的 焦糖麦芽的味道 能衬托出饺子的风味 大麦味浓郁 且香气扑鼻 另一种叫麦次郎的啤酒 苦味几乎感受不到 喝起来清新又舒服 阿美伊每日准时来访 看到菜单上列着饺子时 也颇感意外 美音对阿美伊解释 今天之所以有饺子 是因为那是佳奈子 对奏泰先生的爱情副产品 然后还提到佳奈子 问她怎样煎得好吃的饺子 阿美伊年纪较大 晚上喜欢吃些好厌的食物 美音推荐了水饺给她 美音妹妹 来点酱油醋和辣椒油吧 不好意思 我忘了 是蘸的那种吗 不要分开放哦 阿美伊把调料全都倒进碗里了 旁边的人看着都有点迷惑 阿美伊解释 这样做酱汁不会薄 还可以当汤喝 而且省得洗那么多碟子 煮好的饺子皮滑又细腻 偶尔让客人自选口味 似乎也挺有意思 临走前 阿美伊又教美音和加奈子包饺子 感谢表示 她说奏泰容易醉 所以总不敢外出喝酒 加奈子可能希望 奏泰能在家里大吃饺子 畅饮啤酒 来减轻工作压力 今天美音也从客人那儿学到新东西 可能她和阿星爸那会儿一样 慢慢学习着 把以前的黑心居酒屋 变成了现在的温馨场所 这个名头挺吓人的居酒屋 不光是美酒和美食 还有难得一见的真情实义 那会儿女孩大夫参加瓶酒 结果竟然把每个摊位的酒都喝光了 回家脸上红扑扑 意识也迷惑了 因此被父亲责备 美音姐妹俩经营这家黑心居酒屋 自从失去父母后 他们继承了这家店 之所以名为黑心居酒屋 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曾经说过 居酒屋卖的都是家常便饭 把这些饭菜卖出去就要收费 单单这点就挺黑心的 父亲似乎早遇见到 美音将来会打理这家店 所以从他初中起 就教他烹饪 直到美音再长大些 让他去参加品酒会吧 但到目前为止 美音每次从品酒会回来 都会喝得满脸通红 也因此 他常被常客们调侃 黑心居酒屋 每日换新的推荐菜 今日推荐是豆腐酿肉 把肉馅塞进油豆腐里 再放进烤箱烤 这样制作比油炸的 豆腐酿肉口感上清爽许多 既然大家都喜欢 干嘛不常备呢 这是姐姐阿兴的小策略哦 蔬菜和鱼各有季节 但天气不好时 货源会断 这个菜是那时的绝佳选择 美音笑称这是接近幻境 避免单调的好办法 缺乏食材多样性时的解决办法 其实他一直感到 自己无法像爸爸那样 用同样的食材 做出多样的美食 得到大家的称赞 这对一个厨师来说 很是遗憾 常客小秋也遇到了类似的困扰 作为业务行政助理 他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他人 他已经感到厌倦了 每天在公司重复同样的工作 因此他最近一直犹豫是否该辞职 生活和工作可能由此发生改变 为了让小秋舒缓焦虑 美音递上了用鸡尾酒杯盛装的酒 这样的做法 在日式居酒屋并不常见 小秋轻饮了一口 确实感受到了 酒的味道 细细品味竟发现 有日本酒的风味 却又像是碳酸饮料般的感觉 小气泡在舌头上蹦跳 这酒真有意思 让小秋渐渐感到开心 心脏大叔还分享了 自制的豆腐酿肉 一起品尝 火候刚好的豆腐酿肉 大方地撒满葱花 肉馅仿佛要爆炸似的 一口豆腐配一口酒 幸福感顿时爆棚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美音一边想着如何解决 自己菜品单一的问题 边想办法让小秋开心 等到小秋再来的时候 情绪跟上次完全不一样 高兴得不得了 小秋说 今天是部长颁奖的日子 部长已经工作30年了 在演讲中 对所有同事表示了感谢 还特地夸奖了小秋 咱们公司就有这种默默付出的英雄 肯定是指你呢 真心感谢大家 我真的很感动 这让原以为自己如同办公用品 被忽略又不被肯定的小秋 忽然发现自己在公司的重要性 美音也发现 自己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里 感叹自己怎么也赶不上爸爸 可爸爸也不是万能的 爸爸虽然手艺好 嘴巴却笨 基本上不能和客人聊上天 多亏了妈妈在 店里才会有欢乐的氛围 德叔和心脏大叔都说 没了老板娘 这店可能早关门了 想起爸妈还在时的趣事 美音忍不住偷笑 为了让小秋恢复精神 她倒了一杯酒 这酒色透明 带着米的清香 像是日本酒 但又似乎带点威士忌的气息 那就是米烧酒 加了冰 一口下去真是全身舒畅 因为这酒没有很强的风格 非常适合配各种美食 就像小秋的工作一样 虽然岗位普通 但非常万能 也是必不可少的 美音觉得为了这款酒 得准备些美食给大家 这菜完全用当季的蔬菜 做出了创新的菜品 洋葱切丁 辣椒去籽 然后与香肠片一起炒 把所有蔬菜炒软后 混入打好的蛋 再撒上很多芝士 蛋液一凝固 就赶紧盖上锅盖 芝士一化开就能拉丝 感觉柔软 手轻按下去 但内部已凝固 这样就能切开 端给客人享用了 一口下去 满口蛋香和奶香 底部焦香 像极了披萨 再加点番茄酱 让大家吃得好幸福 美音看着也特别高兴 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 不用急 但也不能懈怠 只需慢慢向前就行 冰箱里只剩两片特价鰻鱼 真不好意思 老人只有退休金为生 就让给我吧 两姐妹在巷子里开了家居酒屋 他们爸爸曾经说过 居酒屋卖的都是家常便饭 还得收客人的钱 光这点就够黑心了 所以 他们的店名叫黑心居酒屋 居酒屋晚上才开门 美音得白天去买所需食材 他最常光顾的是附近的蔬菜店 接着美音会去超市 在那儿 他碰到蔬菜店老板的女儿早记 美音记不清 这已经是第几次 在超市遇到早记了 因为徒用丑日就要到了 早记用自己的零花钱 想给爸妈个买一片鰻鱼 帮他们补充体力 美音觉得 即使买一片 也足以让父母开心 但考虑到家中还有弟弟 一片要四人分享 爸妈肯定不忍心吃 最终肯定会留给他和弟弟 因此早记坚持要买两片 看到早记情绪低落 美音提出两人可以做个交易 周末早记帮忙店里打扫 作为回报 美音会早起帮他买打折的鰻鱼 第二天一大早 美音就去了超市 幸运的是 还剩两片鰻鱼 但不幸的是 刚好被旁边的老人抢走了 剩下的鰻鱼 即使打半价 也要1490日元一片 美音原本很有信心 但后来也开始烦恼了 他想自掏腰包 帮早记买下第二片鰻鱼 但细想一下 这样做似乎有点忽视早记的感受 那天雨夜来访的客人又来了 美音热情地为他上了开胃的餐前小菜 是用梅子腌制的鸣盒 酸甜的滋味很开胃 那男人先点了瓶啤酒解渴 清爽的味道很对他胃口 所以一口气把第一杯喝完了 今天美音推荐给他的是 热腾腾的南蛮字 小鱼裹好粉丢进油锅炸 然后迅速泡进凉爽的酱汁里三秒 马上可以上桌了 冷热胶汁的感觉真是头一遭 炎热的天气里 这醋味比炎更能开胃 吃了就停不下来 没错 关键是醋 美音从他的话中获得了灵感 所以他给那个男人打了个折 然后用很柔和的声音 跟他说晚安 眨眼就到了周末 一到开门时间 早季就兴奋地来打扫了 连厨房窗户都仔细擦了 但打扫完美音 只端出一片鰻鱼 虽然挺大的 但就一片 早季虽嘴上不在意 脸色却一下子暗淡了 就算只有一片 也足够让全家饱腹 将苏子叶切成细如发丝的丝条 早季操作虽不够熟练 但很小心 鸡蛋煎成薄饼后 也切成细丝 炒芝麻时得流行火势 别让它糊掉 芝麻弹跳三次 就表示可以出锅了 然后用平底锅加热鰻鱼 准备好这些食材和半桶米饭 早季已经知道 美音想和他一起做散寿司 首先把大把芝麻 和切好的苏子叶 加进米饭 接着倒入甜咸浇汁的酱汁和醋 然后把鰻鱼放下 轻轻拌匀所有食材 最后盛上一大碗鱼籽 吃的时候别忘了洒满海苔丝 这些散寿司一半给早季 另一半晚上留在店里卖 这样早季的愿望也就实现了 就算只买一片鰻鱼 也足够一家四口吃得饱 早季用1500日元零用钱 再加上打扫的收入 美音说所有材料钱都够了 早季笑着把散寿司递给爸爸 告诉他一直以来非常辛苦 为了表示感谢 早季还把自己做的饼干给了美音 这大概是孩子最纯真的心了 有个男士到居酒屋 却因为怕出汗 既不敢喝酒也不敢吃菜 空调安装师傅 因流汗味被顾客抱怨了 美音和阿兴俩姐妹花 在巷子里开了家居酒屋 他们的父亲曾讲过 居酒屋卖的其实就是家常菜 还要向客人收费 这点本身就挺过分的 所以店名就叫黑心居酒屋 常客阿辉是位店工 店里要检修店路时 总是他过来帮忙 这次他带来了一个胖胖的男人 介绍说这是新员工宽志 为了表达谢意 美音姐妹给阿辉和宽志 端上了啤酒 在这样的热天 对干重活的工人而言 冰啤酒确实是舒缓疲劳的好方法 但宽志却说他酒量不好 于是美音和阿兴给宽志到了大杯的 准备调制一杯柠檬苏打 啤酒给他 先往杯中倒三分之一的啤酒 再加入柠檬苏打水即可 碳酸气泡和甜味结合体 大汗淋漓后喝起来特别爽口 这次宽志终于放心地和众人碰杯 聊天中阿辉谈道 今天安装空调被投诉的是 宽志有点尴尬的回应 因为我太胖容易出汗 客户却说出汗味道又臭又难闻 真是莫名其妙 这是谁说的 工地的德书听后非常生气 工作本无贵贱之分 这种炎热天气 为啥还要因为工人出汗而投诉呢 阿辉一气之下冲出门 要去那家人那里讨个说法 但宽志拦住了他 就算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那爱出汗的体质还是不会变 他更担心整个夏天 是否都要面临客户的抱怨 他试着尽量少喝水 结果差点因中暑晕倒 于是他向美音询问 有没有能止汗的食物 豆腐 小黄瓜 和茄子 这些都能帮助降体温 还有青紫酥和烟咸梅坚果 听说还能帮助减少体味 但这些食物效果不是立刻的 而且光吃这些也没劲干活 阿兴推荐了今天黑心居酒屋的特色菜 茄子甜乐烧和素炸豆腐 美音做的素炸豆腐很像日本风味 可以加入自选的萝卜泥或姜泥 再撒上许多葱花 零点酱油 美音笑称这道菜是超级懒人的黑心美食 但味道确实清爽又好吃 想吃素炸茄子和茄子甜 饿烧宽炙 他还嘴馋想吃点饱肚子的 美音提议做味增猪肉卷 把茄子对抛切成格子 在平底锅煎制软 涂上特制酱料 撒点芝麻就好 猪肉铺平刷上酱料 放点趣味的青紫酥 小心卷起 放锅里煎一煎就行了 做法超级简单 搭配清新的卷心菜丝和青葱 浇上调味汁就能招待客人了 肉质油润的猪肉片补充脂肪和蛋白 微咸风味不止完美配啤酒 也补回夏日流失的盐分 素炸豆腐一学一做 小心将整块豆腐切成均匀小方块 裹上粉料后投入油锅炸 豆腐外皮酥脆膨胀即可捞出 外酥里嫩的豆腐撒上葱花加调味汁 比起高汤豆腐多了那份焦香味 搭配冻过的日本酒也非常合适 宽质迫不及待地夹起茄子要一口吃掉 但是刚出锅的茄子太烫 他话都说不利索了 毕竟看到这样诱人的食物 任谁也忍不住大口吃起 眨眼间已经进入炎热的夏天 气温都快40摄氏度了 黑心居酒屋又推出了夏季必吃烤串 大家晚上肯串配啤酒 真是无比享受 因为炸东西太麻烦 美英特地弄了炸鸡翅 鸡翅腌好胡椒粉后 挂粉油炸至半熟 再涂料二烤 特制烤鸡翅就这样做好了 辣酱和大蒜的混合 让鸡翅味道带点辣 比起甜品 更适合配酒的是咸食 为了帮宽致至好多汉症 不少熟客在黑心居酒屋里出主意 大家为了帮我 竭尽所能想办法 宽致被感动到哭了 后来美英偶然在街上遇见宽致 宽致说车站旁要建新大楼 他们公司负责安装全部空调 因为大楼还没人住 所以他再也不用担心流汗影响工作 虽然今年夏天挺过来了 但为了应对明年夏天 他决心改善体制 美英也打算努力为宽致 准备清新可口的美食 尽管店名叫做黑心 这儿却拥有美味佳肴和难得的温情 有人说90%的男性不喜欢西红柿 但当一个男孩愿意尝试西红柿 就标志着他以成长为成熟的男性了 美英和阿兴两个漂亮的姐妹 在巷子里开了一家居酒屋 他们爸爸曾说过 居酒屋的菜跟家里做的一样 还得向客人收费 这点真的挺狠的 因此他们的店叫做黑心居酒屋 今天下午还没开始营业 平时活力十足的美英 居然再跟一个西红柿低声说话 今天小店进了一批新鲜西红柿 虽然大小参差 但都品质尚成 今晚的特色菜单 美英想用西红柿搭配大量的奶酪和培根 制作焗烤茄子 但是他俩突然意识到 不少男性不喜欢西红柿 如果菜单都是番茄风味 可能会让部分顾客不太接受 美英正犹豫不绝时 菜店老板阿红特地来找他讨论 听说三儿子梁盛不爱吃西红柿 想找找有没有让番茄更好吃的做法 老婆已经试过很多方法 都不行 为了让挑食的梁盛能吃番茄 美英也在帮忙想办法 虽然有不少人不喜欢西红柿 但也有很多人超爱吃 所以黑心居酒屋今晚推荐的 还是焗烤茄子番茄 常客小秋一听菜名就觉得好吃 于是立刻点了一份 切片的西红柿和茄子 把茄子片放上油平底锅里煎 煎好的茄子放到烤盘底 然后依次加上培根 西红柿和大量芝士 送进烤箱烤七分钟 看着芝士慢慢融化 感觉特舒心 撒点洋香菜增添风味 焗烤茄子西红柿就做好了 整个过程只用了盐和胡椒调味 小秋的朋友阿亮不想吃那道菜 只因他是不爱吃西红柿的人之一 你平时老说 一有菜就能吃得连盘子都不省 怎么还挑食呢 但为啥那么多人不喜欢西红柿 阿亮解释这纯属个人口味 虽然他爱吃披萨和西红柿肉酱 但做成橘菜的西红柿 他就接受不了 那焗烤茄子番茄的香味四溢 西红柿的甜搭配起乳酪和培根的咸 恰到好处地实现了味道的平衡 茄子的水分把这些味道封锁起来 使整道菜香味更浓 小秋坚决要阿亮也试试着美味 在压力下阿亮终于动款 犹豫了好几次后加起一小块西红柿 这才勇敢地尝了尝 味道出乎意料 连讨厌西红柿的他也觉得相当可口 阿亮忍不住流泪了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西红柿的好吃 从此 他的生活多了一项美食享受 美英接手了这家居酒屋的梦想 就是为了看见每个人 无论吃什么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这一晚 那个经常打烊 时刻来的男客人又来了 恰好他提到小时候也不爱吃西红柿 特别是那些黏乎乎的种子旁边的部分 他猜想许多人不爱吃西红柿 可能都是因为那口感 但有一年夏天 天气极热 妈妈把樱桃小番茄冻起来 竟然那种怪味没了 西红柿像冰沙般在嘴里慢慢溶解 而且也不会黏糊糊的 这样或许能改变 别人对西红柿的反感 次日一开门 美英在店前碰见刚练完棒球的梁胜 他让他闭眼张嘴 然后把一颗冰冻的樱桃小番茄 塞进了梁胜的嘴里 梁胜没尝出这是西红柿 只是觉得凉凉的 很结属又好吃 虽然他还是说不喜欢西红柿 回家却因为吃太多冷冻樱桃小番茄 拉肚子了 梁胜让我跟你说声谢谢 这大热天 你有没有觉得没胃口啊 但奇怪的是 越热还越想吃 火锅烧烤这种热乎乎的美食 铁板上的美食 丝丝作响 好像是食欲在脑海里爆炸的感觉 虽说 现在已经秋天了 但气温依旧很高 黑心酒吧开着空调 让干活一天的电弓阿辉 感觉舒服多了 即便如此 这位平时能大快躲移的男人 今天却意外的 没什么食欲 因为白天喝了太多冷饮 晚上肚子还感觉难受 他先点了杯啤酒 怎么 啤酒 你不是肚子不舒服吗 肚子难受 还特别渴 饿了但又不想吃 真难受 因为工作 天天外面解决饭 天天换着吃冷面和养卖面 早就吃腻了 听到这些 美音不经自责 他已经接手家里店铺七年了 逐渐适应了管理的方式 但这种习惯 也让他有点顾不自封 他该尝试些新菜式了 虽然给客人提供了选择 但老顾客梅姨 和心脏大叔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 人们现在对食物容易腻 因为太多东西 太容易得手 就像杯中酒一样 如果不常能喝到 大家都会细细品味 可要是天天都能喝 就会觉得很平常 因此 忍耐着想吃的冲动 一旦吃到他 就能深切感受到 那份幸福 现在很多人都没法真正享受 吃美食的快乐 真是可悲 这时 心脏大叔忽然想起 他大学时经常吃的那种炒面 不是小摊上的 而是在装牛排的铁盘里做的 铁盘不止有炒面和酱汁 旁边还淋了蛋液 蘸着浓浓的半熟蛋吃 味道实在是太棒了 而且 铁盘还能保持热度 这样炒面 总是热腾腾的 只是遗憾 他已经多年没尝过那个味道了 啊 感觉我的食欲被勾起来了 恰巧那家破酒馆 也有铁盘 梅依马上认出 这铁盘是美鹰爸爸 以前煎山药泥用的 抓住这个机会 做大家喜欢吃的各种美食吧 美鹰对山药过敏 一碰就长疹子 因此 梅依主动帮他处理山药 阿辉也去超市 帮忙买火腿肠和炒面 山药泥加了鸡蛋 红姜等食材 搅拌均匀后 倒在热铁板上 撕撕声音真好听 拌熟后 放烤箱继续烤 撒些葱花 木鱼花 就大功告成 热腾腾的山药泥上 木鱼花跳舞 一勺接一勺 香 外酥里嫩 味道好极了 尤其是铁板煎出的焦香部分 刮来吃最棒 做炒面前 美应先是做了这道 拿玻璃风味铁板面 都是依照新藏大叔的食谱 亦是细面煮到软糯状态 青椒切丝 小香肠切片 油热了 再加洋葱一起炒 然后加入番茄酱 五丝特酱 加牛奶 糖 盐 和黑胡椒条的酱 酱汁一变色 就加入煮好的细面 搅拌均匀 一道预热的铁板上 倒淡夜时 小心别弄到面上 撒些芝士粉更加香 阿辉把炒面从大叔那里 拿过来 放自己这儿了 吃一口 接着又想吃第二口 蛋黄浓郁 口感柔滑 面条完美吸附了酱料 红香肠的味道 真让人停不下来 新藏大叔推荐的最佳食用方法 就是 把面条沾蛋液 炒面味道更加柔和 没胃口时 尝试新奇美食最合适 阿辉又额外点了两份铁板面 晚上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能吃到各自人生中最喜爱的味道 真的很有魅力 正因为有了大家的美好回忆 料理才成了生活的美味佐料 对开餐馆的老板盐 是追求更高盈利 还是考虑顾客健康 推出少油少盐的菜品是否更关键 每天要营业到很晚 所以疲倦的美英常在休息日 在吧台上小歇一回 美英的爸爸曾说 居酒屋的菜其实都是家常便饭 还要向客人收费 这点真是够黑心的 所以他们店叫黑心居酒屋 冬天快到了 他们特意生了炉火 让屋子更温暖 一生太甜 美英和阿新的老朋友 这是他第一次来黑心居酒屋 只想吃饱 不太想喝酒 今天店里推荐的是 花枝一叶干 还有小田卷蒸和烤秋刀鱼 看着都特别诱人 真难选一个 太田问哪个菜卖得最好 阿新说 今天德叔跟梅姨都被香味吸引 都选择了花枝一叶干 不过这菜搭酒更棒 美英推荐太田医师 试试小田卷蒸膜 里头的乌冬面 非常适合鸡肠鹿鹿式品尝 他还端上一道凉拌油菜花开胃菜 清新的味道 真让太田医师胃口大开 先将高汤煮好后 加入打好的蛋液 加点蛋盐酱油和味缆 搅拌均匀 然后把乌冬面放入碗中 加上百合根 虾仁和鸡肉 银杏 香菇和鱼板一起 小心倒入蛋液 蒸10至15分钟 这次美英挑的冰箱里的高汤 他说店里备了三种茶碗蒸用的高汤 都是盐分含量不同 这么做因为客人来自不同地方 职业也各异 这就让每个人的口味偏好不一样 例如 体力劳动者就偏好重口味 而老年人则倾向于清淡 因此 美英会根据客人的喜好 选用不同咸淡的高汤 泰田医师这才了解 是美英对待客人的细心 让他们如此忠诚于这家店 他还要告诉美英姐妹 常客德书最近血压偏高 德书不洗医院 不愿检查 总装作很健康的样子 但天气日渐寒冷 冬季血压容易大幅波动 德书还爱吃味道重的饭菜 泰田医师今天来黑心居酒屋 主要是因为这个 不过看到美英做菜那么用心 他便安心了 阿兴回想起此事 德书最近指点清淡的菜 最爱的大蒜酱油味的炸猪肉块 他都控制住了 没有吃过 原来是生病了 美英听到这儿沉默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能 根据客人调整菜肴的口味 但只是凭个人感觉形式 并未深入思考自己的烹饪方式 会对大家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美味不必然有益健康 确切地说 可口的食物 往往对身体不利 泰田医生劝慰美英 无论对方多熟络的客人 客人自己要注意健康 能想出三种不同口味的汤汁 已经很贴心了 毕竟居酒屋不是医院 不必太过纠结 即时气一想 泰田医师点的小甜卷蒸菜就好了 因为加了干香菇 味道会立刻在嘴里爆发 碗底的乌冬面Q弹华嫩 充满了汤汁的鲜美 关门后 美英望着挂有店名的门帘 心里反复思量了许多 这门帘是老顾客赠的 起初还担心 店名会不会让顾客退缩 没想到 反而得到了众多帮助与支持 现在 他们能为顾客做点什么呢 为什么大家还喜欢来黑心居酒屋 那晚 心脏大叔和梅姨来访 他 门都听说了德叔高血压的事情 心脏大叔认为 有人为了活得常借掉美食 自然也有人愿意用命换取 随心所欲的吃美食的自由 所以 美英的任务 就是客人想吃什么 就给他们上什么 我觉得 应该考虑大家的健康 但心脏大叔直言不讳地告诉美英 德叔又不是他们亲人 何况 居酒屋的本质就是客人付钱的地方 老板端菜的地方 而这家黑心居酒屋 更像是个聊天的咨询处 如果美英当医生 给每个人讲健康知识 迟早会累坏的 说到这里 德叔走了进来 点了一杯木本酒和一份酱煮鱼 但美英担心德叔血压高 迟迟不上菜 经过大家劝说 德叔最终答应去医院做体检 他也承诺 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只为了晚上能在黑心居酒屋畅饮一番 因此 他的早中餐都特别控制严分 听闻此事后 美英终于答应给德叔上菜 虽然健康最重要 但对德叔而言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才是 让生活充满活力的秘诀 四人整齐站成一排 按照规定的方向 吃会方卷 一定要一气喝成吃完 说一个字 就会失去一年的好运 常去那家破酒吧的上班族阿健 每次一进门 就火冒三丈 据说是跟老婆大吵一架 阿健回想起来 想在周日跟家人一起下厨 和孩子们享受一顿早午餐 大家各司其职 他负责做咖啡和烤吐司 太太在弄沙拉 小孩子负责煮鸡蛋 但煮出来的蛋都没熟透 阿健先生偏爱半生不熟的蛋 蛋黄的是深橘色 最好中间略带点声 他对自煮蛋的品质非常挑剔 所以他事先告诉了孩子 煮七分钟后就得冷却 结果鸡蛋的蛋黄完全没熟透 连蛋白都没凝固 因此他责备了孩子 太太不高兴 两人开始争吵 其实事情并不严重 阿健却很生气 阿健的同事小山 和美英对视一眼 试图帮阿健找个下台阶 他们装作大声地说 今天黑心酒馆推荐的菜 是炸藕家 甜料包括绞肉和虾 选你爱的来喝 冬日必尝热乎乎的酒 点了份热水烧酒 把莲藕切成0.5厘米薄片 用厨房纸把水分擦干 虾肉剁成泥 撒盐搅拌 再加姜泥 淡酱油 葱末 还有太白粉 虾馅就调好 喜欢猪肉馅的话 调料里再加点这个 浓味酱油和切碎的紫苏 接着给莲藕片裹上太白粉 加入适量馅料 再盖上另一片莲藕 边缘也要沾上点粉 然后放到170到180度的热油中 炸约4分钟 莲藕浮上来后 再炸一分钟即可出锅 喝了口酒后 他们觉得今天的酒味道特别 这明明是同样的酒嘛 小山先生接着又喝了一口 接着又尝了炸莲藕加肉 沾点盐 他不停地夸这俩 简直是绝配 阿建先生看得一头雾水 小山先生便跟他解释 这酒叫钱个 就是提前把酒和水调和好 再放置三天到一周 这样酒和水完全融合后 味道更柔和 用陶瓷酒气喝味道更佳 寒冷夜晚 心脏大叔冒着风向我们走来 小山先生却早早付了钱离开了 阿建先生面带忧色 又向心藏大叔重讲了自家煮蛋的趋势 刚开始心藏大叔也觉得他小题大做 但听说孩子们并未按他吩咐执行 反而谎称精准掌握了七分钟 于是心藏大叔认为 主要是孩子撒谎有问题 阿建先生的太太包庇孩子也不对 但阿建先生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骂孩子是因为他撒谎 因为撒谎被骂 和因为做鸡蛋被骂 真是两回事 是的 回家得好好解释一下 毕竟大家都知道阿建的孩子 平时看他挺诚实的 美音发现了问题的关键 是在水开了后放鸡蛋 还是一开始就放进冷水里呢 如果是冷水起算七分钟的话 时间肯定不够用 本就因争吵不想回家 这才发现了问题的本质 阿建先生更加不好意思回家了 阿新建议他去超市买的蛋糕带回去 但新藏大叔觉得有更合适的礼物 他从包里拿出黄豆和鬼面具 今天正式结分 让孩子们打打鬼应该更有意思 最后吃灰方卷 大家肯定会开心的 欢迎回来 我已经回来了 阿建先生终于跟家人和解了 家里做的是白煮蛋线的灰方卷 这是儿子经过多次实验 才达到了爸爸喜欢的熟度 小店里只剩新藏大叔 还坐在柜台前 他今天不想吃饭 所以阿新就给他上了 小菜红鱼翅配七味粉和美奶滋 美英姐妹在聊天时说 自从父母去世以来 他们就没在结分吃回方卷了 而时爸爸装鬼 一同撒豆子的回忆太美好了 但现在的结分 再也不会那么热闹了 老板这样太过分了 让女儿们这么伤心 这时候 新藏大叔的太太 推门进来了 她记得美英的父母 去世已经七年了 姐妹俩得摆脱悲伤 所以打开包袱 掏出大盘的惠方卷 新藏大叔也想用快乐的回忆 去取代那些不愉快的往事 大家排成一行 手举惠方卷 朝着吉利的方向 同心协力地一起吃 为了不让好运漏掉 全程近年 莫想愿望 一口气吃完 这一幕既感人又斗趣 看来小店的常客 真是对姐妹俩不离不弃 现在还有几个人 能做到这一点呢 黑心居酒屋里 最 触动人心的一击 看到八十多岁的梅姨 给儿时的朋友打电话 我都快哭了 在商店街旁的小巷中 有家叫做黑心的居酒屋 初听名字可能会吓一跳 但只要你敢进去 就会发现 这里不仅有美味佳肴和家娘 更有许多暖心的人们 父母去世七年后 姐姐美英和妹妹阿兴 继承了家里的小酒馆 每天营业前 他们都会在父母的相框前 摆上一杯酒 祈求一天顺顺利利 最近 阿兴觉得 姐姐的举止 越来越像父亲 尤其是姐姐切东西的手法 简直跟父亲如出一辙 达到父亲的水平不易 说着 美英拿出冰箱里的一小碗 刚做的山葵心芽子 尝了一口 便立刻明白了 今年又没做好 明明照着爸爸的方法做的 怎么就达不到同样的胃呢 晚上请梅姨来帮忙品尝 梅姨也说 味道不够好 虽然 不能算是完全失败 但缺少了山葵那种鼻尖的辣味 因为山葵心芽 自是家乡的招牌菜 她忍不住想起了 故乡和童年的伙伴 突然她想起 小时候的朋友小静 小静妈以前就爱做山葵心芽字 味道跟美英爸爸做的一模一样 小静可能知道 怎么让这菜辣味十足 但她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不知道小静现在还好吗 白领阿亮下班后 常去黑心居酒屋 她超爱吃米饭 今天点了红葱亲子盖饭 这盖饭比普通的更加诱人 额外加了点绿色 更开胃 唇厚的蛋汁 简直是治愈系 工作了一整天的 实在太累了 早知道 应该直接要抄大碗了 这样才够本 我把这事发到了常客们的网上群里 阿兴也经常在这发帖 她忽然想帮梅姨注册个账号 说不定能连上梅姨以前的朋友呢 毕竟跟以后再见面相比 现在能见最好不过了 这主意不错 网上一直没梅姨老有的消息 那位常来独自用餐的客人 今晚又来了 小店今天推荐的 是苏炸红葱配鸡肉 那男人说 这小店的食物 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很庆幸 能在那寒夜里 走进这家店 站点盐的酥脆 红葱鸡肉 搭配热酒一口 真是午夜的极致幸福 这次两人终于知道了彼此的名字 时间过得很快 来喝酒的梅姨 显得很没精打采 她提到自己心里有事 在网上 不论是搜人还是学校名 都找不到小静那样的人 她猜小静可能婚后改了姓 但还是非常感谢 大家帮忙在线发帖 今天因为是女儿节 美英特制了寿司 给大家分享 阿亮也被香味吸引走了进来 还特意给美英姐妹 带来一瓶山葵星芽字当礼物 美英试了一点 直接放在手心 确实是那种地道的辣味 美姨也尝了一小口 得知这瓶山葵星芽字 来自她故乡静刚制作 便向阿星索要了详细介绍 看到角落的那张照片 她忍不住声音都颤抖了 是小静 照片太小了 美姨老了看不清 她只记得小静脸上 那颗明显的大致 阿亮用平板找到了更大的照片 美姨立刻认出 这是她朋友小静 小秋照着说明打了电话 我是小梅 多年未联系的朋友 终于重新取得联系了 还能见上一面 那晚 所有时刻度会聚 这间小小的居酒屋内 一同与梅姨庆祝 找回儿时伙伴 美姨从梅姨那儿 学到了燕山葵的秘诀 就是煮好后 要迅速密封 还得用保鲜膜 严密封存 在这庞大城市里 能有这样一个角落 让众人畅饮闲聊 实在是太幸福了 老板 你的店开得不错哦 女儿们帮忙管理得挺好 的 是 小梅姨庆祝 小梅姨庆祝 横上 我